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 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 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点你 在我和你妈咪结婚 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约你在 立直角公园见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 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可怜事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 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怜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了 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点你 在我和你妈咪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就约你在荔枝脚公园间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靠先生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 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怜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了 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 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 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 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 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定你 在我和你妈咪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就约你在 立直角公园间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 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看这事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 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联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了 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 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 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 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 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 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定你 在我和你妈咪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就约你在 立直角公园间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 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柯先生 其实呢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 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怜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了 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定你 在我和你妈咪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就约你在立直角公园见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看来是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怜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了 为什么呢 这封信是爸爸寄给我的 有些字我不懂 所以来找你教我 你能不能读给我 听爸爸写了什么 好啊 乐乐 爸爸非常想念你和妈咪 今天是我和你妈咪结婚七周年纪念日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游乐场玩 一起吃蛋糕庆祝 但是我现在出差 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在吃卤肉饭 就算再好吃 也比不上跟你们一起快乐 为了补偿妈咪 我想约点你 在我和你妈咪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九月十七号 跟你一起 制造一个惊喜给妈咪 你说好不好 那我就约你在 立直角公园间 我们一起送礼物给妈咪 还有 我也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这里还有一封信 是给你妈咪的 到那天再给她看 等我回来 永远爱你 爸爸 好棒 爸爸快回来了 妈咪说过 他会回来的 客人生 其实呢 其实你爸爸 真的很爱你和妈咪 爸爸很久没见过我 会不会不认得我的样子 当然不会了 父子怜心嘛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一定会认得你的 真的 不过